同学们好 这节课我们讲菲茨·杰拉德 一位被爱情成就和摧毁的小说家 雄小子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小说家 绝世世代代言人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 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称为绝世世代 美国在一战中大发横财 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 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 世界竞争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气质工业高速发展 社会财富急剧增加 美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得到空前解放 年轻人吃喝玩乐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肆横险 整个国家屏幕差距进一步拉大 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说 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 一个艺术的时代 一个灰烬如土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了不起的盖茨比先后五次搬上荧幕 最近的也是比较出彩的 是1974年版和由莱尔拿多出演主角 盖茨比的2013年版 相信不管读小说或看电影 我们都会为盖茨比的执着说感动 为他最后的被杀而落泪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美国 是关于一个名叫盖茨比的穷小子 逆袭的故事 主公盖茨比执着于自己的梦想 他要获得相当身份地位的财富 他要赢取富家的千金 最后反而为梦想一命回席 看他能干的有之 看他愚钝的有之 总之 他的早逝令人惋惜 美国20世纪20年代 是一个无语横流的时代 声色全马 道德沦丧 欺验着美国社会的脚脚落落 人与人之间情淡一搏 1896年9月24日 菲特吉拉德出生于美国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是一个小家具商 生意失败 菲特吉拉德的母亲 是典型的贵族小姐 从小一属无忧 品味高雅 但家族威望日搏稀善 靠着外祖父曾经的名声 盖茨比勉强能够 婚聚与夫人中间 但贫困的家庭 使他很难被富家子弟接纳 于是金钱和财富对他来说 变成了一个敏感的字眼 同时贫富差距悬殊 也导致菲特吉拉德产生了 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并成了他永远 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在寄给朋友的信中 他写道 我始终无法原谅 那些富有的人 这也是我 所有生活和工作的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 他笔下的主人公 对金钱和成功 有着强烈的欲望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 盖茨比 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自己的梦中女神 戴希 他不得手段挣钱 买下城堡式的别墅 每晚举行宏大的派对 也都是为了戴希 在现实生活里 戴希是真实存在的 他首先是 菲特吉拉德的女友 吉内瓦 然后是菲特吉拉德妻子 泽尔达 更确切地说 应该是前者 吉内瓦 因为他与泽尔达的婚姻 在很大程度上 与吉内瓦有紧密的关联 菲特吉拉德生活中的 这两个女性 对他影响很大 没有他们 就不会有了不起的 盖茨比和菲特吉拉德 其他快智人口的作品 就不会有 这位著名的小说家 但从另一方面 没有这两位女性 小说家的命运 也不可能如此悲惨 公未成而身先死 早早撒手人寰 这也是为什么 菲特吉拉德的经历 总令人叹息 感慨人生的悲凉与无奈 这也是为什么 当看到盖茨比的悲剧时 无数的人 禁不住善人类下 男人内心 复杂的情愫 看到了盖茨比 就让人想到了 菲特吉拉德 在他书写的文字里 常常用他本人的影子 他甚至不加修饰地 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投入到了作品中 尤其是那些 他苦苦追寻 而又难以得到的东西 例如前面提到的财富 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令盖茨比为之 献住生命而不足惜的 戴希式的女性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 故事情节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 菲特吉拉德 对某个女性的痴情 即使付出生命 也在而不惜 这是一种飞蛾扑我的精神 这就注重了作者本人的悲剧 和他小说故事悲剧性的 发展走向 这个女性便是吉尼瓦 1915年1月4日 正在普林斯顿上大学的 18岁的菲特吉拉德 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 一场新年聚会上 邂逅了小他两岁 16岁的吉尼瓦 并一下子坠入了爱河 吉尼瓦是 芝加哥四大金花之冠 家世和容貌俱佳 第一天晚上 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 吉尼瓦对他的感觉是 斯科特完美极了 而菲特吉拉德 对姑娘的感觉自不必说 他们此后的通讯 一直持续了两年 写了几百封情书 但他们的恋爱 最终没有走到最后 两个家庭的节级差异 成了横在两个年轻人之间 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1916年8月 菲特吉拉德应约 来到吉尼瓦达家中 那也是他最后一次 来到他家 吉尼瓦达父亲 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穷小子休想娶富家女 这句冷冰的话终结了两人 长达两年的感情 也给菲特吉拉德 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耻辱 同时也让他意识到金钱 财富 身份 地位的重要性 分手几个月后 他收到了吉尼瓦的婚礼邀请 他要和父亲生一伙伴的儿子结婚 菲特吉拉德没有出席 但他却把这份情帖 和吉尼瓦婚礼当天的简报 暂贴在他永久收藏簿中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盖茨比收集了 所有一关戴希的简报 相信当戴希一页一页翻动 那本发黄的简报册的时候 所有的读者和观众 漠不动容 感受到了盖茨比对戴希 也是菲特吉拉德对吉尼瓦的这份痴情 菲特吉拉德和吉尼瓦分手后 相互要求销毁两人间彼此所有的通讯 吉尼瓦照做了 他却没有这样做 44岁时 他死于酗酒 引发的心肛病 此时濒临破产 妻子住在疯人院 他10年19岁的独生女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在一个标记为 绝对私密的档案夹里 扫到了227名打人信件 全都是一位名叫 吉尼瓦的女子的男子 他的独生女 将信件寄还原主 已经为人欺慕的吉尼瓦 将这些书信 放进了衣橱的角落 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家人们发现了他 珍藏的这些退回来的书信 书信是没有生命的纸张 但两位当时的行为 却让我们仿佛听到了 他们之间如期的倾诉 使金钱 财富和阶级差异 拆散了一对有情人 与吉尼瓦的恋爱经历 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他华丽的豪宅 顶级的婚礼 留给他的是巨大的失落 他开始追求金钱 他要出人头地 他认为是金钱 阻挡了他 通向幸福婚姻殿堂的道路 他天天地以为 有了金钱 就能重温旧梦 赎回失去的爱情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